朱婷公祥与统治攻防两端。 中国女排打出7-0攻击波,打猛日本女排。 2018年世界女排国家联赛香港战的比赛刚刚结束了第二轮的争夺,最终中国女排以3-0、25-21、25-19、25-17横扫日本女排,取得香港战的两连胜。 本场比赛现场吸引来了很多球迷,在大家的欢呼声中,中国女排从比赛一开始就展现出了超强的进攻欲望,朱婷记上一场比赛拿下全场的最高分后,在今天的比赛中又拿到了全场最高的19分,再夺单场得分王。 比赛刚刚开始,中国女排就以一波7-0的进攻高潮,将日本女排打猛了。 虽然日本女排经过调整后在局中发起了猛攻,但中国女排一直都保持着4分以上的领先优势。 当日本女排将比赛追到了13-17的时候,中国女排在朱婷的带领下又是一波进攻高潮将比赛拉开,并以25-21拿下了第一局。 第二局一开始,朱婷就连续打中得分,中国女排又迅速地取得了领先优势。 此后中国女排依靠篮网和进攻,将分差进一步扩大了,但日本女排并没有放弃,将比分追到了14-15。 但就在这个时候,刘晓彤、龚翔宇、严妮连进攻带拦网,又帮助中国女排以20-15取得领先,暂停回来后,中国女排的攻势并没有减弱,朱婷连得2分,帮助中国女排以25-19拿下第二局。 第三局,中国女排乘胜追击,很快就以四至一举得领先,此后朱婷频频强攻得手,龚翔宇也多次拦网得分,中国女排将分差扩大到了5分,日本女排又被迫叫了暂停,暂停回来后,日本女排连续进攻得手,但关键时刻又是朱婷站了出来,连续强攻得手。 中国女排又以24-18取得赛点,并以25-17锁定了胜局。 本场比赛,朱婷发挥出色,34-17中2篮网,龚翔宇的表现也非常不错,20-4中6篮网,一共拿到了10分,可以说朱婷和龚翔宇统治了攻防两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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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